在這個對戰當中 你有一些你自己特別想觀察的部分先告訴大家 當然第一個就是鋼田他們換的教練 所以還是算一號啦 是是 對但是從熱身賽來看 這就是大家逼在防守端的威懾力 馬上把球交給邊路的馬卡米勒 再給德威 藍底下的空檔找到機會了 米勒 這也是在上場比賽鋼田比較會 包括王博志跟米勒在暫停回來之後都得到的分數 陳宥偉的切傳發生失誤 吳冠良 一個籃板一個抄截再加一個注目 馬卡米勒 Show time 好球會給剛剛來到場上的米勒 哇這個大拉桿沒進但是倒在地上有哨音 講家的切入 那沒有一個 他的這種 就是不是這種大進去大洋將的這種 進去出手沒進 鐵米把對方給頂開 手感也差了一點點 好球 米勒不讓他有第二次的機會 直接要挑戰呂正如 有 上半場已經13分了 是 利用射Harris的吸引力製造換防以後 哇呀這球 哇 差點上Shotting the pool 選擇似乎也不是太好 馬卡米勒 是 他的護符相當大 同時呢 目前拿下了13分 而且他才29歲 但是今年目前看起來 哈里斯 跟鐵米都不是這種類型的洋將 球最後流動來到了美勒的手上 Miller time 一個刺探鋪之後 Miller 四足足腳投得輕鬆 就在鐵米的面前 幫盧冠良做一個掩護 這邊再幫Miller做一個掩護 Miller time Miller先把球拋出去 給阿基拋得非常快 Miller 跳能力真好 Miller 切入 有哨音 阿基 再給Miller 底線的跳投 空心球 非常關鍵的一個三分 在主場 就是台中洲際迷你彈 包括這場比賽順利在內 他們這兩季呢 是拿下對戰 在主場的四連勝 嗯 在主場是把鋼鐵人整個吃死死啊 好 好 好 我們